军事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准之一,也是保证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强有力保障。 为此所有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,尤其是美国。 每年的军事开支,都排在世界首位。 众所周知,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,美国的武器装备,都是非常先进的。 航母数量更是无人能敌。 除此以外,美国的军队规模也很是庞大,保守估计有100万士兵。 美国士兵的薪资和福利待遇,都是相当好的。 可以说在全球也是领先的。 就算是刚入伍的新兵,也能拿到不菲的入伍奖金。 而且级别越高,拿到的薪资也就越高。 待遇也越好。 所以不少年轻人都因为优厚的待遇,而选择参军。 甚至吸引了不少外国人。 据悉,在2017年,美国在军人福利方面的开销,就高达100亿美元。 这是一些小国家想都不敢想的。 当然,高收益也带有高风险。 这是始终成立的,尤其是上战场。 这可是豁出命的事,不能有丝毫疏忽。 而且,美国一直是一个好战的国家。 战此沙场很是正常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,美国士兵一旦牺牲,国家将会赔偿多少钱呢? 据悉,一位士兵的阵王保险费,就有50万美元之多。 而且还有部队补贴,至少20万美元。 除此以外,还有给家属的抚恤费,高达30万美元。 这样算下来,最少也有100万美元。 折合人民币也有600多万。 数目很是惊人。 正是因为军事支出逐年攀升,导致美国财政赤字。 而美国也没有坐以待币。 而是选择转嫁其他国家。 比如增加对韩的保护费等等。 其实,有战争就必然会有伤亡。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,倒不如少发动战争。 这样一来,又能减少伤亡,还能缓解财政赤字。